欢迎来到菜叫画虾,我是亦安 今天要来讲的是前阵子在防疫书单里面有提到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其实我之前不太算常看美食文学 但是前阵子因为被推了这本书然后看 才发现哇原来吃这件事情可以写得这么的迷人 然后我因为这样子一头在进美食文学的世界 忍不住买了好几本相关的书籍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的作者是红爱竹 那这本书呢是由她还有外婆母亲三代女子间 传承的美食还有生活滋味揭开整本书的序幕 那红爱竹呢也以食物为主体 用文字描述画面气味听觉 带着读者建构出老台北地图的样貌 故事的开始呢其实是从外婆开始的 红爱竹的外婆是城市复数闽南人家的女儿 所以她见证过日本殖民时代的结束 还有永乐戏作的巅峰盛况 她结婚了以后呢就嫁到淡水河的对岸 那是一个观音山脚下的脚外 所以就是一个台北小姐的农村拼搏使开始展开 但是呢她没有因为这样子放下往事的讲究 她踏出房门一定还是会化圈装 穿马甲还有她的定制洋装 腰上一定会系着她的黑皮带 其实以前对女子的要求很苛刻 不是说你当一个花瓶就好 你当花瓶的同时你还必须要很能干 所以红蓝猪的妈妈还有外婆都是乡里兼出了名的会做菜 外公是经营外销生意的 在670年代他们的员工进白 家人述食 所以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摆开八张大桌吃饭 更会有一些他们的宾客啊 来自欧陆、中亚、东南亚 所以他们如果要宴客的时候 他们要备料三天的华丽台菜 还有自家的酿酒 也因为这样子 红蓝猪外婆的购物是头家妞的派头 她的日常采购大多会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是卢州中山市场的周围 但是呢如果他们遇到宴客或者是有节庆的话 外婆就会亲自到大稻城还有永乐市场 那外婆跟妈妈母女二人皆有自己信任的老店铺 还有一套精明的选物标准 红爱珠是孙辈里面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外婆不管到哪里都会带着她 红爱珠在书里面说 外婆以海量食物溺爱孙女 而我回报以她白白胖胖及念念不忘 他们三代女子叠加的脚步 以老店铺为基础 加上他们近年发现的好店铺 组成他们的老派购物路线 那这本书里面描述的 卢州三峡中永和万华等等 其实大多都不是时下外地人来到台北的时候 会选择的旅游地点啦 那这些迷人的地方总是这样子被错过 其实红爱珠对这件事情他讲说 其实错过不见得可惜 但是有些地方因为不在意料之内 反而会印象深刻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对台北有刻板印象的人 你看这一本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会让你改观 就是会了解除了高楼大厦啊 百货公司林立以外 其实台北仍然是一座古城 然后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和发现 是意想不到的有趣 那刚开始就先从大稻城 迪化街还有永乐市场开始 一抵达迪化街 你整个街区的生活气味就会聚拢上来 青草药材的啊 熟食摊贩 还有最明显的就是香菇 干贝 虾米 鱿鱼这些干货的鲜味腥味很奔放 那边还有非常有名的霞海城隍庙 香火鼎盛 所以你也会闻到很多香的味道 红爱珠说这就是扎实活着的气味 其实去过迪化街的人就知道 就是整条街上卖干货的超级多 琳琅满目的 如果你要买什么 但是你其实平常没有概念 你到那边你真的会不知道 该从哪一家开始买 但是书里面呢 红爱珠有把哪一家买什么 差别在哪里 然后老板的作风个性长怎样 他其实都有写出来 完全就是购物地图 所以有需要的人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 再来很精彩的就是 他描述卢州永连寺 他们家生活周遭 红爱珠说呢 卢州永连寺建议上午来 热闹而且食物很多 如果你要去的话呢 你就搭捷运到三明高中站一号出口 你用走路的就可以找到 德胜街上面的永连寺 那永连寺是老卢州的中心 永连寺前面的中山市场 他白天是早市 晚上是夜市 人多到汽车开不进来 满满都是人 即便是普通日子 永连寺的供桌 人会摆满七八成 就是他们那边大家买菜经过 就会啊顺路去庙里面走走 串门子 那寺庙的门外呢 也会有人两手挂带提满 然后双手合十致意 因为这样子 所以庙的内外洋溢着 一股热烘烘暖洋洋 蓬勃的人间朝气 通常寺庙的附近都会有饼店 永连寺附近的饼店 它的用料扎实 店家接待 诚恳温和 他说那是人对人的细微观察 其实那种自然温暖啊 倒不是说什么啊 服务特别厉害或怎么样 那就只是出自台湾人的体贴厚道 那红艾珠呢 也有讲到甘蔗汁这件事情 其实我以前不知道甘蔗汁这么的麻烦 他在里面呢 有讲到红甘蔗 还有白甘蔗的食用方式 跟处理方式的不同 那口感迈向跟清洁 如果要同时顾及的话 其实是一门讲究的学问 尤其甘蔗其实不耐放 所以如果在台北夏天 这种闷热的环境 甘蔗是很容易腐坏的 所以如果你要卖甘蔗汁的话呢 它的冷链保存系统和冷却系统 是比较特别的 虽然成就 但是很有效 然后红艾珠写 Celami小吃店 特别精彩 他里面有讲说 其实卢州人 他们各自有自己偏好的Celami店 那哪一家有怎么样的面条 哪一家有自己偏好的汤头 哪一家的猪肉和猪下水 是新鲜甘甜的 或者你这个时间要去的话 有哪一家营业时间还没有过 或者哪一间的老板亲切可爱 和你个性比较合 里面有讲到黑白切是什么 就是欧白切 现在我看到 就是外面有贴欧白切招牌的 我刚开始都以为 就是有小菜的意思 那红艾珠在里面解释 一盘肉里面 他会拼两种肉 寄一份肉的价格 欧白切 它是提供单独用餐的客人的体贴 那红艾珠在讲 Celami的这个章节里面呢 他也有分享到 他带他的约会对象 去庙里面拜拜啊 然后去吃小吃点 他说凭借着吃食 看清彼此的层次 犹如屈极必凶的直觉 他见识过不少感情成灾的事 是从生活里的碎石细沙 开始崩塌的 事先有照 不必自欺欺人 我自己会觉得 吃饭的时候的一些礼貌和习惯 确实是快速观察 自己和这个人 处不处的来得好时候 而且很有效率 比如说 对服务人员的态度啊 点餐的习惯 夹菜的方式 会不会吃干净碗里面的食物 或者是纯粹对吃食的品味喜好吧 咀嚼会不会发出声音 这个我超级不行 然后吃东西的顺序啊 卫生习惯 或者对于结账观念的想法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暗藏细节 那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 这个话题的范围 真的是有点广 大家其实平常啦 光是火锅要不要加芋头 就能各种论述炒饭甜 更不要说吃一顿饭下来的一些综合体验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生活观察 或许由此也可以稍微理解 为什么古今中外 东方西方 各行各业 大家谈事情啊 交朋友 都非常喜欢在饭桌上面交流 我忘记我以前在哪里看过 就是好像有一个中国人 嫁到国外吧 他跟他老公 同桌吃饭都要分开煮 因为谁都吃不惯对方的食物 然后那个女生很爱吃火锅 但是他的外国老公没有办法接受 他觉得 为什么要一锅汤里面塞满各种不同的食材 很恶心 尤其那个涮肉片的过程 他确实很困惑啊 为什么你要把还没有煮熟的食材 放到餐桌上 然后叫我自己煮 他们就觉得 就是一个很 他无法理解的食物啦 啊我自己很爱吃东西 总觉得吃是生而为人 非常重要的乐趣和品味 所以我看到那个中国女生 他嫁到国外 他说他跟他老公吃饭要分开 我想说 哇这样就少了一个 生活中很大的乐趣耶 就是你光是跟对方讨论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等等的 这就很好玩啊 嗯这件事情 其实他没有太明确的标准 我觉得吃东西的时候 一部分是教养 但是大部分纯属 个人习惯和喜好 没有所谓的对错 或许就像洪爱珠说的 忠得吃面和生活的同伴 谢天谢地 真不容易 那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里面呢 他其实也有谈到很多日常 自己家里面做的食物 其中一个呢就是粽子 他说 世间许多争论都是徒劳的 因成见已故 如极政治 如设信仰 和扯到粽子 其实也不过几十年之前啦 粽子这种节日食物 就是特定节日比较会吃到的食物 大多都是家里自己做 而不是到外面嘛 所以洪爱珠就说啊 说到底 大家维护的非常可能只是 自家粽子的延伸类型 与其说是南北之争 不如看作是门户之间 我看到这边觉得 哇这个 这个说法好有趣 我好喜欢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呢 除了上述这些东西以外 他们也有描述很多自家烹饪 还有一些做法的细节 包括比如说 他们家的卤肉 绝对不能加一些什么卤蛋啊 有的没的的东西 就是单纯的卤肉 还有非常经典的吃法 就是那个卤肉的那个汤 你一定要拌饭一起吃 那个超好吃的 还有他们家过年的菜色啊 有哪些的做法和哪些习惯 还有他们炸东西 炸物的一些精髓是什么 包含芋头制品啊 还有高丽菜卷 里面也有谈到很多台北老铺的茶食 其实以前中国人的点心零食 比较少会有奶制品 现在很多追求要什么 无肤质啊 然后不要有牛奶成分的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所谓古早味的一些台湾零食 就是没什么奶类的东西 像是土豆糖啊 芝麻糖 玫瑰酥糖 还有绿豆糕 咸梅糕 桂花条 还有什么椒盐 桃片等等的 其实这些东西 哇 已经是 现在年轻人比较少会选择的零食了 但是他就有提到这些 然后讲那些东西的由来啊 或者是做法 觉得很好玩 那里面也有聊到 香港福建茶行的铁观音 还有洪爱珠 他在英国的时候学会的传统 英国式饮茶和泡茶技巧 那也有聊到马来西亚的茶室文化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食物 因为就像他不是有讲说 他外公是经商的嘛 所以会有很多宾客啊 客户是一些东南亚中东 就是国外的人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的熟悉 还有这些东西的了解 会比一般人还要多一点点 这本书的购物路线 里面掺杂着 洪爱珠陪伴他母亲走完人生 最后一段路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中 他一边回忆 从食材气味到视觉 甚至听觉组合的这些记忆 最后一个章节 洪爱珠到泰国拜访 世交亲友 他也在里面写出 南泰北泰料理的温暖 还有风满 还有母亲与泰国 世交长辈的相继礼事 身为一个读者 你会很深刻的感觉到 一个个鲜艳生命走向尾声 但是萦绕在世代间的那些 有改变也有没有改变的影视文化 绝对是会继续传承下去的 我这阵子刚好重新看一些作品 然后因为看这本书的关系 我就有比较注意到一些 关于吃东西的细节这样子 其中我有重新看几个 一个是享受吧 一个人的旅行 就是以前非常非常有名的 Eat Pray Love 朱莉亚罗伯兹坐在路边 常以吃冰淇淋啊 然后在意大利吃意大利面 披萨 还有在和朋友的饭局上面啊 烤火鸡还有各种美食 那时候风靡全球 现在重新看 你会理解说 朱莉亚罗伯兹他选择 意大利作为他寻找自我的第一站 就等于是选择美食 当作修补他心灵的第一步吧 然后我看海界日记的时候 海界日记里面 他的剧情其实不复杂 然后人物也没有很复杂 但是你在重新看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哇 就是导演势之欲和 他认为吃这个动词 最能够展现生命力 再加上电影的开头结尾 分别有一场葬礼 所以他会更希望透过吃 来呈现电影里面的生命力 然后你在海界日记里面啊 看着广林赖大口的吃不拉鸡饭 还有他们四姐妹吃炸猪夹鱼啊 然后林赖瑶在老屋子的回廊里面 优雅的喝美酒 然后长泽雅美 她在炎热夏天里面慵懒 然后又率真的喝啤酒 你看到电影里面每一张笑颜 都非常的真诚自然 就好像你把他们吃的这些东西 如果也吃进自己的肚子里面的话 就能获得同样的幸福 可以把生活过得朴素白景 然后我看下一站天国的时候 里面也有讲 因为下一站天国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 人死掉了以后 会到了一个像是中继站的地方 然后中继站的人 会请死掉的人 选一段自己最希望 可以重现的回忆 然后让他们选择 然后他们会把它制作成一个影片 看那个影片 然后让你等于说投胎这样子 下一站天国里面就有讲说 人们可能会觉得 经过思考后出于面子 逝者会选择令人羡慕的回忆 可是来到这里 一旦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不论男女老少 选择最多的是关于食物的回忆 看了这么多作品 大家对于吃这件事情这么的讲究 然后觉得这么的重要 觉得这么的不可取代吧 我觉得或许人生在世 能吃能睡能拉 大概就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了 下个礼拜 8月31 就是频道从第一集开播以来的一周年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办个抽书的抽奖活动 详细的活动办法之后会公布在 应该是IG上面 FB应该也会公布 所以大家再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有兴趣想要参加抽奖活动的 就算是海外的听众 我也会寄过去给你 如果你抽到的话 对 好 所以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些美食文学 我觉得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有趣体验 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我是一安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